昨天的學生上凱道引來的高名氣 那麼這些領袖們還被喊說選總統 選立委選市議員 但是在大喊跟著我們的政府 要民主的這個時刻 學生們自己在做事情是民主的嗎 來看這次的報導 準備連線記者就位 主播跟觀眾趕快帶你來關心 330上凱道這場學運的活動 中天新聞女記者周易德出現在鏡頭前 一旁有民眾高舉請轉台的指牌 不到五秒鐘的時間 畫面就被切換到靜座現場 不過媒體同業側拍了連線的過程 其實女記者遭遇挑釁 左右指牌就擺在記者背後 一旁還有民眾也圍過來高分 被喊口號 這個時候女記者緊握麥克風 持續連線 面無表情 女記者在竹舞台前的干擾之中 完成報導330占領凱道的連線任務 被迫離開現場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另一名中天女記者 邵玉銘的身上 台大醫院的正門口 我們只要稍微轉個身 就可以看到現場的民眾非常的吵雜 可以看到 同樣面臨群眾包圍 同樣有人高舉反服貌的標語 同樣有民眾用吼的干擾記者 完成現場報導 這是我們看到的 我們的記者第一線在採訪的時候 面對到的一個狀況 這叫做民主 請教歐老師 學生們的民主素養只有這樣子 這個是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他們要求別人不能做的時候 他自己做了 不過我特別要提醒大家 這裡面激動了某些學生運動領袖 還曾經反觀望中過 說他把這整個連在一起 完全是這個事理不分 那我特別要講說 請不要再告訴我說 你們很弱勢很卑微 要求只不過是什麼 不會 因為能夠號令50萬人了 現在全國已經沒剩幾個人了 我認為白狼也做不到 然後總統恐怕也很難 call50萬人站在那裡 任何一個大型企業組 大概也沒有辦法call50萬人 站在那個地方 而且已經上升到 選總統選立委這個層次了 所以再也不卑微了 好 既然要到這個層次 而且也是26歲的人 這樣年輕的人在企業裡面 很多都已經到了中階主管了 那麼請你回復理性 這個社會理性運作該是什麼 而且社會秩序該是什麼 請付出責任 並且請這些準備要選總統 選立委的人們 公開你們的財務狀況 這次你們整個財務運作是什麼 把它全部透明化 這也會是你們所要求的 好 我們剛剛看到還不是全貌 那麼多的記者 包括中天 包括其他台的記者 在這裡都遭受這樣不民主的待遇 人均在第一線 你看到的應該是更多 當然我會覺得就是說 整個事件發展到最後 其實我認為其實有些地方 是非常脫序 就是說這些學生 他今天會出來佔領立法院 或者去公佔行政院 他們一直認為是他們的聲音 沒有受到重視 但相對的來講 你會看到在很多場合裡面 他們卻容不下 別人跟他不同意見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 比如說你看到工商團體 現在開始陸陸續續出來了 包括明天說會有勞工團體 希望進去裡面跟學生對話 我認為既然是對話 那就好好對話 而且對話其實是一切溝通的開始 那如果有些人 其實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認為去干擾一個記者的報導 是非常不足可取的一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我們希望 也透過不同角度的報導 去讓社會大眾理解 各個不同階層 或者是不同的群眾 他所發出來的那種聲音跟態吧 跟大家說明天說話